哈喽大家好我是呆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超级无理简单 但是非常好吃 同时也是新西兰本地kiwi最爱的传统甜点 帕弗洛吧 好的废话不多说 烤箱先预热到120度 找合适大小的圆形模具 在烘焙纸上画出一个由小圆组成的花环状图形 然后把烘焙纸翻转过来 这个甜点的材料非常简单 鸡蛋和糖 我这里用了6个鸡蛋 先把蛋清打到一个容器里 再倒入厨师机 是避免你分蛋的时候 不小心把蛋黄弄破 混到蛋清里面去了 然后先搅打一下蛋清 把蛋清打散到成鱼眼大小泡妆的程度 现在开始边搅打蛋清 边加入白糖 每次一小勺 我这里用了一杯半的白糖 白糖的用量呢 跟最终成品的质感是相关的 你可以用一杯糖到两杯糖的量 糖越少 它的口感越类似于棉花糖 糖越多的话 越类似于马卡龙 打到蛋白的质感 开始变得细腻光滑 就可以加入香草紫糖浆 白醋 淀粉 酸性的物质呢 可以增加蛋白的稳定性 继续来打这个蛋清 当把蛋清打到硬性发泡的时候 就可以了 用手搓一搓 确认糖是否完全融化了 这个时候的蛋白霜呢 看起来应该有绸缎般 细腻光滑的质感 提起搅拌头蛋白成直立状 把蛋白霜装入裱花袋 然后按照画好的图形 挤上紧贴在一起的两层 实行蛋白霜小饼作为底层 接下来以每个小饼为基础 挤两到三层的蛋白霜 成一个桶状 最后在每个小饼的连接处 挤一点作为连接和装饰 放入烤箱 烤一个半小时 在烤蛋白霜的时候 我们来准备一下卡士达酱 用之前分离出来的蛋黄 加上牛奶和带奶油的混合物 香草紫糖浆 糖 淀粉 用小火加热 不停地搅拌 蛋白霜会很甜 所以卡士达酱只需要 稍微有甜味就可以了 我这里需要做一个 比较稀的卡士达酱 所以当这个酱呈现出 略微浓稠 但是具有流动性的质感 就可以关火了 当温度降低到不烫手的时候 用保鲜膜封住卡士达酱的表面 避免起皮 蛋白霜烤好以后 关掉烤箱不要打开 让它在烤箱里自然冷却 好了 现在我来清洗一些硬剂的水果 蛋白霜和各种姜果搭配的味道是最好的 水果切成合适的小块 那我这里还用了芒果 当蛋白霜完全冷却以后 就可以准备这个pavloba了 打发一些淡奶油 不需要加糖 大概打到六七分发的样子 好的 现在我们来装饰这个 pavloba 先在这个蛋白霜的小洞里面 放一些卡士达酱 然后加入草莓或者是你想放的水果 之后抹上一层厚厚的淡奶油 再把各种水果均匀的放在淡奶油上 这个pavloba的形状 是我在嘉珍女王的一个视频上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比传统一整块的 这个蛋白霜要更好一些 不仅更加好看 你还可以把酱和水果都放到这个蛋白霜里面去 这样可以很好的去中和这个蛋白霜过于甜腻的口感 水果放完之后呢 插上一些薄荷叶作为装饰 然后撒上糖粉 一个新派的pavloba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颜值很高的甜点 喝下午茶的话做一点来吃这个很合适 也可以做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蛋糕 姐姐呢 不想吃啊 那么烘焙小白呢 可以把这个作为入门级的练手作品 这个白硬到我最喜欢吃 我这比红好吃 夏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这么一个甜点 非常的好吃 那么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